你刚一穿越就到了梁胎里 老爹是圣主强者 老妈是当今世上唯一一尊天地 天地侵传血脉足以碾压一切 不管是那些传承身后的圣子还是神子 在你弟子身份面前 统统都只是个屁 这穿越待遇实在也太越厚了吧 不过老妈是天地 你自然也不能太弱 你作为胎儿无法看到外界的情形 但却可以听到外界的声音 所以从老妈与别人的谈话中 你得知了如今这个世界 乃是一个名叫大荒界的地方 这里强者成出不穷 手段通天 所以任何匪夷所思的事情 都有可能发生 天地老妈虽然是世上最强者 但也不一定能时时刻刻护在你身边 好在老妈每天都会动用天地本源 为你洗礼 等你出生的时候 体质应该不会太差 此时你的周围没有所谓的羊水 只有劝难的光芒着耀着 这正是老妈的天地本源 这些力量无时无刻 不再对你的肉身和灵魂进行酝氧 每一次洗礼都会让你身体 产生巨大的变化 你感觉等你出生 就能直接手撕凶手 天地血脉果真强大 你愈发期待出生的那一天 算一下还有五个月左右 突然 你耳边响起一道声音 系统 加载完成 正式启动 你愣住了 有天地老妈这个背景 居然还有系统 这一世是要起飞的吗 你愣成研究了一下 这个新得到的系统 只要完成任务 就能得到与修炼有关的奖励 你忍不住 有些期待 结果系统进了这时提示 请速度完成任务目标 打凉胎地开始修炼 任务奖励一 至尊骨 任务奖励二 屯天魔宫 听完任务要求 你突然有些为难 你在刚穿越 一点修炼基础都不懂 脑妈虽然是天地 可她从没有跟别人 讨论过修炼的问题 或许说 他们其实讨论了 但自己压根就听不懂 难道第一个人物 就这样跳过吗 但这两个奖励 你极为垂涎 至尊骨代表天生至尊 尤其是出了凉胎 没有天地脑妈的本源系列 至尊骨也可以对你身体 源源不断的进行改造 而吞天魔宫 更是可以吞噬 事件一切本源 化为自己的力量 你思考了很久 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 虽然不能自己修炼 但可以借助老妈的力量 每次老妈 掉到天地本源 为你洗礼的时候 都会按照特殊的轨迹 在你身体里游走 之前你只需要睡一觉 让老妈操纵就行 想来这个轨迹 应该蕴含着玄妙 或许能够当作 功法运转的路线 也不一定 你有些期待 明天老妈给你洗礼的时候 很快就到了第二天 老妈居住在一座 诺大无比的空间中 名为悬双冻天 在这个冻天当中 天才力宝数不胜数 荣誉的灵气 都快变为实质 一座座恢红的建筑 让人看得眼花缭乱 其中一处看上去并不都出 更像寻常大户人家的小院 而这才是你和老妈老爹 一家三口的居所 每次洗礼之前 老爹都会陪着老妈聊天 你也从他们对话中得知 你的体质其实很频繁 为了你老妈每天都要动用本源力量 为你洗礼 这也让老爹有些心疼自己的妻子 可对于老妈来说 你再怎么平凡 也是他的儿子 哪怕你永远只是个烦人 他也会守护你一辈子 不准任何人欺负你 你虽然看不见老妈 但从他的语气 可以感受到他的坚定 你心疼有些感慨 最近体质持续蜕变 你对此已经很满意了 可在爹妈眼里 还是显得平凡 不过现在有了系统 只要运用好 将来大荒界 必有你一席之地 很快老妈就开始打错调息 你也终于等到这一刻 天地本源在你体内流淌 你开始尝试调动这股力量 可老妈作为一尊天地 他的力量又其实是你能撼动的 看来你只能用你体内的能量 可是你发现这个方法也无比艰难 你所调动的那一丝灵力 就要稍微靠近老妈的天地本源 就会被瞬间剿灭于无形 你只能在一次次灵力被剿灭后 重新凝聚出灵力 小心翼翼地控制着力量 继续跟在老妈的力量后面 经过一番折腾 你总算记轻了老妈 运行了轨迹路线 等犀利结束后 你有些迫不及待的开始修炼 而你的这番操作 直接让老妈惊呆了 连忙的老爸 快过来快过来 不明所以的老爹 看到老妈的慌张 还以为你出什么事了 在得知你在两胎 就开始修炼后 他整个人直接愣住了 再确认 你真的在两胎修炼后 老爹百思不得极解 整个大荒界从古至今 也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我一能解释的似乎就是 他们的儿子是一个妖孽 两人见多识广 可也解释不了这种现象 很快老妈就发现你修炼的路线 是按照他给你洗碎法骨的法子 老妈满眼爱怜之意 只觉得之前每天费身 为你洗礼没有枉费 如果你能在出生前修炼一段时间 这种先天锤炼的力量 远远超越后天修炼 不过就让老妈兴奋之余 老爹突然想到 有可能是你误打误撞 也说不定 不管如何 看着你那笨拙的修炼模样 本来要休息的老妈 只能在调动力量 引导着你的气息 快速在四字百害中前行 这股力量你丝毫没有察觉 还以为是你找对的方法 不知不觉 你静在梁胎里修炼了整整一天 素足奖励一发放 是否融合只尊骨 是否融合屯天魔宫 气动的声音提示你完成了任务 你有些控制不住情绪 这两个东西只要得到任何一个 都至少可以让你触碰到圣族境界 这是仅次于老妈天地境界的恐怖实力 方言整个大荒界都屈指可数 天地百万年难出一位 生族强者就是巅峰的存在 早期的天地强者已经明面无数年了 上百万年未曾现世 老妈是当时唯一的天地强者 现在你拥有这两样东西 让你等于拥有无限潜力 你决定先同何囤天魔宫 一股庞杂无比的信息疯狂涌入你的脑海 按照灵魂烙印上记载的方法 你开始尝试修炼 而此时老妈老爹正来跟你的舅舅小姨闲聊 得知你在梁胎就开始修炼 他们怀疑你是不是大能者转世 不过这种可能性很小很小 因为那些老怪物轮回重生 都会选择普通人家降生 而且一定会买下后手 不会像你一开始那样体质普通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讨论半天还是没有一个结果 突然老妈惊呼一声 她又感觉到你体内的灵力运转 而且还是一种陌生的功法 这把你老爹和舅舅小姨都吓得不轻 查贷后发现你的灵力正按照一种诡异的行迹流转 关键是他们四人都不认识这套功法 这是你自创的 大荒街存在亿万万年了 也没有听说过这种怪事 机缘巧合这四个字 都解释不了现在这种情况 老妈作为天地 第一时间想到可能是半生神物 呼往近来这种情况并不少见 有人一出生 体内便刻有先天杀阵 便威士绝伦 有人手握原始箭图 终成箭导至尊 只是老妈作门也没想到 你的半生神物竟是一个系统 虽然系统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是半生神物 但起码你现在的情况终于有了合理的解释 随了功法快速运转 你的丹田似乎出现一个无形的黑洞 任何能量全部来者不拒 都会被电化成为你自身的力量 这也太一家人了吧 一专业的功夫就修炼成功 还是如此诡异的功法 看来你真的是一个妖恋啊 可老妈却没共享这些 你在体内没办法直接吸收天地灵气 所需要的灵力都只能从两胎射去 所以老妈此刻只能打坐调息 开始调动天地灵力 在老妈的帮助下 你一举突破正是踏入秋仙的第一个境界 垂骨境 两个字还没有结束 垂骨二重 三重 四重 半个小时左右就到垂骨九重 而且看你丝毫没有停止的迹象 像是要一举突破通脉境 这可怕老爹急坏了 连忙催促老妈让你停下 垂骨境是日后所有境界的基础 是打磨筋骨让自身蜕变的关键 体内灵力的多少并不重要 对于普通人来说 垂骨九重就是巅峰 可以突破踏入通脉境 但在无数天交中 所有人都追求至高 也就是垂骨极境 单臂一晃十万八千斤 和这个标准相比 垂骨九重只是一个零头 圣祖跟天地的孩子 如果只是催促九重突破通脉 怕是会被天下人耻笑 幸好老妈及时切断 灵力输送 这才当你消停下来 小耶稣妙情轻叹道 你这是想直接上天吗 而在体内的你 自然也听到他们的谈话 对垂骨镜有了新的认识 新任务发布 请速组完成任务目标 半个月打破垂骨极境 任务奖励 无够减薪